佳晟晟宗 美女 美女 和她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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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不同的角度 各位也可能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得更完整 那我们先请李渭辰老师讲一下 看看他這個紀錄片計畫當初是怎麼 因為這裡面總共找了蠻多的經驗導演人排 然後其實在運動發生的時候 李慧恩導演說他那時候也是第一個被抓進去的 那我可以請他講一下他的經歷 OK 其實我們台北市紀錄片公會 其實台北市紀錄片公會不是說只有在台北市 因為那時候是登記一個公會 所以是在台北市 那我們大概在全台灣有400多個會員 也就是說400多個有關與紀錄片相關的行業的人 都會加入一個公會 那在3月24號行政院的那場鎮壓行動之後 然後剛好我們紀錄片公會在3月26號那天要開禮節式會議 然後看到那個狀況 後來我們發現我們有很多的會員很多的導演 其實從318就開始在整個現場做紀錄拍攝 那時候我們包括賀兆提導演跟蔡同榮導演 然後我們就提出一個想法說 是不是要把這些在外面拍片的那樣的一個工作者 把它聚合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可以成立一個類似綠色小組 那樣的一個團體 就是那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把大家拍攝的影片變成一個影像資料部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在透過Email邀請我們的會員 如果你有在現場拍攝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開會 我們討論說這些影像該如何去使用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還沒有打算要拍成一個紀錄片 可是在那天我們後來意外的來了大概將近30個 不管是導演或其他的工作者 那當時候我們就提出說 我們是不是破天荒來做一個集體的創作 然後那時候也得到很多朋友的一樣的支持 所以在3月26號那天就開始決定要拍成紀錄片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大家都那麼願意去拍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 從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學運完之後 其實在3月18號那天 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個時間在臉書上面看到 史上第一招 學生跟公民團體攻佔立法院的異常 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剛好在福人大學 在有一堂課在那邊上課 下完課之後我跟學生聊完之後 我就馬上趕回去 拿攝影器材 然後就到立法院去拍攝 我大概是318的11點左右進到議場裡面去 我就開始拍攝 然後陸陸續續開始有很多的攻堅行動 我在議場二樓 然後後來攻完肩之後就嘎然而止 我想說奇怪怎麼不攻堅呢 然後我就從二樓到一樓去拍攝 我就看原來是很多的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在客人門擋在那邊不讓警察攻堅 那我就開始拍攝那個片子 然後開始拍配的時候呢 看到警察說你不要拍喔 你不要拍喔 你會怎麼講 為什麼不能拍 我當然是這樣子啊 我就說為什麼不能拍 叫你不要拍你就不要拍 我就說不然我繼續拍你要把我抓走 我就被抓了 我跟各位講喔 318然後開始還沒有抓人 我第一個被抓 319的民進黨就被抓了 然後後來我被抓完之後 後來發現其實還有三個同學 三個同學其實是在立法院那門被拖出去的 其中有一個是台大政治系的學生 兩個是北英大的兩個學生很瘦小 然後他們只要兩個警察就抬走了 那不因為我肯定比較大了 四個警察把我扛走了 所以我第一時間就被抓 到現在那天 總共有四個人被移送 我是其中之一 然後到現在我是被限制住居的 那如果我要出國我還要報備這樣子 他跑走 所以那個過程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在那連即便 憲法賦予我們一個所謂的採訪的自由 在那邊都被很粗爐的對待 我那時候其實身上都是雙 那包括你就會思考說 這場運動裡面其實有很多的重要 是很重要的 所以包括我 包括我們其他的夥伴就開始拍這個片子 所以也才因緣機會 透過翻譯予的募款的方式 有三千多位公民 然後贊助我們完成這部片子 那我們所有的導演們 其實都是不知心的方式 義務值的來拍完這部片子 那接下來我們就會做更多的詢問活動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其實剛才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那個 三月二的事情 真的又被抬出去的一位 所以都很有感觸 那時候就是 被運動完之後 大家覺得說好像沒有造成政府怎樣的 那個撼動的政府怎樣 這個國大機器非常的龐大 好像不是一場運動就可以去改變它的 然後在最近又遇到戰中 你就會去回想到我們那個學運那時候的事情 所以我想說 想問導演說 像這個運動 持續了這段時間以後 那它到底可以留下一些什麼 我覺得有一本書 在之前叫做《魯蛇之春》 一本《魯蛇之春》 它是談青年圓運的一些方法論 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那個序寫得非常好 是張靖芬老師寫的 他說其實作用力有多大 反作用力就有多大 其實在這場運動裡面 很多在外圍的人覺得說 那些很光亮的地方 才叫做太陽花 事實上在這場運動裡面 其實後來 接下來如果你們去看整個影片裡面 其實你會看到一些比較深層的 反省的討論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包括組織的分裂這件事情 切割被切割這些事情 其實我們在裡面都有做了一些充分的討論 比如說323那場運動 行中院的運動 切割造成比如說 不管是台大社科院 或者是跟 藝廠內裡面的那些 以前是群同兄弟 後來造成了很多的分裂 那個部分其實都是一個運動的傷害 你也可以這樣講 可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是這場運動我們學到了什麼 我覺得這是重要 很多人覺得說 沒有抓到什麼 梁杰芬局長都沒有下台 我們贏了什麼 可是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不管是運動也好 或紀錄片也好 都是一種溝通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不是革命 如果革命我就要跟你們輸贏了 對吧 可是不是 包括像戰中的運動也是一樣 比如說他們的狀況跟我們狀況比較不一樣 戰中的時候我到香港去 很多香港的朋友問我說 台灣的狀況跟香港的狀況有什麼不同 其實我自己在118的時候我做了很多大規模的訪談 尤其是年輕朋友 我感受到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狀況 在可能1990年那個時候 然後在所謂的夜白河運動 我那時候剛好念大學 我也到那個地方去 我們也被恐嚇 被我們的國父思想老師恐嚇 說你們去參加那些課以後 你去參加運動 以後沒有人會找你們來 聘請你到那個組織裡面去工作 他說我們會找不到工作 反正老師告訴我 你們一定找不到路 因為當老闆知道說你們參加這些學運 怕你顛覆他的公司 以後你一定找不到工作 我強烈配笑 我不是也做了很多工作嗎 同樣的 其實在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剛開始也看到很多同學是被恐嚇的 那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 從1990年到 比如說2008年這段時間 所有的運動同學們 學生 沒有幾乎沒有一個人 是被用所謂的妨害公務來起訴 那這一次其實從2008之後 其實很多同學參加社會運動 被國家機器用所謂的妨害公務 公共危險很多的部分來追殺你 包括我也是被用妨害公務的名義被移送 那其實他就是要讓你怕 針對這個部分 香港其實他們還是很怕 學生還是會怕這邊所謂的國家機器動員去追殺 可是那時候對台灣做大規模的訪談 很多青年學生 我問他說 你們怕不怕有所謂的妨害公務 或者是妨害紙 就是我這是說公共危險那樣的一個前科 很多很多年輕的同學跟我講說 有前科沒什麼好怕的 沒有前途比較可怕 他說 現在我們站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國家十五年後是我們的外國 我們的未來你憑什麼把我們賣掉 就是這麼簡單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非常勇敢 他不再怕政府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追殺你 我覺得說這場運動 如果我們要談有失或有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不再懼怕那些國家機器 會用很多的奧幕來對待你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那我自己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知道現場觀眾應該也有蠻多想問那個導演 或者說講他自己發表 自己對這部紀錄片的看法 都可以接下來可以講 那我剛剛看那個前面第一部 就是一步不小心變成學院中指的位嗎 然後之前那個香港的黃之鋒 本來他講說群眾運動是沒有領袖的 而且是他自己本身就是領袖 那其實在看過這個之後 我們剛剛先說他其實負擔的責任其實很大 然後也有負擔一些事情 我想說可以請老師講一下對學院領袖的看法 其實在不能 不是不能錯了秘密 不小心講錯了 如果各位想看不能錯了秘密 可以看官僚的嘴臉 你可以上英文節目上面很容易找得到 針對太陽不遠這部片子 其實接下來我們有一個叫做 烈焰下的風解與重生這個部分 其實就要談倩歌跟收歌這件事情 麥克風我不可否認拿起麥克風是一種能力 目前來講他是一種能力 那以目前譬如說從08年之後 或者是說到2012年反媒體壟斷 其實林飛白跟陳偉廷他們其實是 很多時候開始在拿麥克風 然後那一天的狀況318是大家衝進去之後 然後都亂成一團因為很亂 所以後來林飛白跟陳偉廷就拿起麥克風 可是媒體在媒體的交響的作用之下 媒體自然會去攝取那些比較熟悉的面孔 比較能夠晒雨講話表達的那部分 那當然就是林飛白跟陳偉廷他們變成成為人領袖 可是後來其實第二天開始會有一個聯席會議 這是很多人其實不知道說 NGO會有一個聯席會議 到最後其實發言的窗口就是林飛白 陳偉廷跟黃國昌 那個過程其實是變成NGO要開很多的會議 他們會覺得說他們比如說影片裡面看到 他們講說他們不讓我在講話 因為他怕很多決策還沒有出來之前 你發言到說整個會造 對整個組織運動組織造成一些困擾 這個部分其實後來台灣的狀況是 他會有一個聯席會 即便有一個聯席會 然後其實有時候場內場外 他的交信息不是很確定的 不是很通暢的 因為為什麼會有一個聯席會 是如果我們再回到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 其實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去中心化的結果就是大家都開會 所有的事情都開會 開到最後就是到了凌晨1點鐘 每個人都還在開會 都沒有一個結論 所以才會有一個聯席會的產生 可是香港現在的狀況 比如說他有戰中的三子犯的那個 那個泛民主派的那個部分 還有學聯 然後學民思潮有很多個部分 他們現在目前是沒有一個聯席的會議 所以擱之行動 他們現在完全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所以某個程度來講 他們整個運動的範圍 又擴張了很多個地方 金鐘、灣仔、銅鑼灣 還有其他的地方 他就會造成很多部分 很容易各個擊破 那個狀況比較不大一樣 因為畢竟 香港的狀況跟台灣的狀況不大一樣 他們也沒有那麼多的經驗 不過有一個非常有趣的部分是 我在月初的時候有去香港 我們也把我們拍攝太陽花 太陽不遠的那樣的一個技術 輸出到香港 然後很多攝影界的朋友也把台灣的 抗疫的那個狀況輸出到香港 所以在這個部分 香港跟台灣其實在攝影界 還是有一些密切的交流 狀況大概是怎麼樣 那現場觀眾有沒有想要問 或是有些想法 大家有去現場可以擠手嗎 去擠手 看是多 去哪裡 那有沒有想要發表一下 自己看完這部片的看法 哭到哭到不行 不用害羞欸 今天機會很難 你們要幹表也可以啊 都沒有關係 很公平他們 幫大腸大腸話也跟 不行啊 就在哭啊 不行啊 我剛才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想 對我就問我前面的人 可不可以讓我 跟我交換會 他就說好 就那個人 那個人 說話有中國的口音 那 後來我去問 就是我再問一下 原來他是來我們 台灣這邊高雄念大學的學生 那所以 然後他說他有同學 所以我想問一下導演 今天在場 就是 除了一個應該還有別的 有一些是中國 來的 來這邊留學的人 學生 那請問你 有沒有什麼話可以利用這個 機會跟他們談一下 謝謝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先談 比如說民主這件事情好了 我記得2011年 那時候 北京獨立印象展 他其實是北京獨立 一個獨立的印象展 在北京的宋莊那邊 那其實整個中國的 那些獨立的影片 都會到那邊播 2011年的時候 開幕片播到一半 被拉閘斷電 播艾薇薇的片子 然後那天我 進行幾天之後 那天我是去播 不能錯的秘密 一 播完之後 中國的朋友跟我講說 你們台灣可以拍這種片子喔 我說為什麼不行 台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他說 這種片子我們在中國不能拍 如果你們去 如果去拍這種片子的話 有可能會什麼 被自殺 有可能會被失蹤 然後 他說 那你們為什麼 敢拍這樣的東西 我就說 那就是民主 這個民主 他們沒辦法理解 我就當場 我就引用美國 捷克遜總統講的一句話 民主是什麼 民主是來自於 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 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把他們嚇壞了 為什麼 因為在場有很多的便衣 公安 然後那場QA結束完之後 我們去吃飯回來 公告貼出來了 被迫 提前閉幕 當然不是因為我的發言 是晚上接下來是艾未未 又要播艾未未的片子 整個影展就結束了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台灣的民主 其實是台灣很多的民主前輩 犧牲自己 然後去爭取來的 我們言論的自由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居住的自由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比如說像 我曾經看過 某個電視台以前 李登輝前總統先任完之後 他要去日本做訪問 我們台灣的電視台 竟然有人在天安門那邊去做訪問 問中國的朋友 講說 你同不同意 李登輝去日本訪問 我看到這種訪問 就覺得他扒了皮 在 我們的總統要去日本 關你批事啊 還要你同意嗎 對啊 就是這麼簡單 對不對 我覺得說 這個部分 有一個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 你要問我 我們跟中國的朋友 我們都是好朋友 將來有機會 你們能夠去換那個國家 第一個 如果你當我們朋友 你不要把幾千顆飛彈 對著我們嗎 就這麼簡單 哪有人把飛彈對著你們 然後說 對我們跟你是好朋友 就這個樣子嗎 你問我 我覺得說是這樣子 畢竟 我們也支持香港 我們更支持中國那些 爭取民主自由的那些朋友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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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還有其他觀眾 想要發表一下 看完這部片的想法 有嗎 右手邊這位 導演你好 我是想趕過來的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你覺得 香港現在 那個 戰衆運動 跟 你們這邊 太陽花運動 最大的 一個區別 是在哪裡 因為 香港的戰衆 起碼看起來 它的 和平 和平度 是挺高的 然後 也有一些言論 覺得 香港 這樣 他們的和平抗爭 是建立於他們的 一個公民素質 因為他們那個 戰衆運動 是討論了 整整一年 然後 才發動 然後 太陽花運動 突然間 一夜 就爆發了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導演 您對兩個運動 對比 有什麼看法嗎 謝謝 呃 如果 我要談 香港 戰衆的運動 跟太陽花 其實 各位剛剛有看到 韋庭 陳韋庭 在那邊接受 我們另外一個導演 傅宇導演 他在記錄的 那個過程當中 進行十幾天之後 什麼時候 該退場 這件事情 其實任何一場運動 都一定有人想說 什麼時候是最好的 退場時機 我們不斷的 剛剛一開始就跟各位講 運動也好 它是一種溝通 一種對話 不是革命啊 革命就是要告訴你 到最後不是你死 你死就是我活 我相信香港的狀況 也是這個樣子 什麼時候可以退場 這件事情永遠都是 運動裡面 不斷在思考的一件事情 比如說 面對香港跟台灣 面對同樣的一個狀況 是什麼 國家機器 都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去干擾這場運動 然後 4月1號發生了什麼事情 白蘭 到立法院去 對不對 然後 有那個誰 王世堅說 Over my dead body 那個狀況嗎 不是嗎 我跟各位講 在那一天開始 台北市政府的發言人 創了一個 名詞叫做路過 路過 路過 欸 不是那些紅蟲燕八六 他們想出來的 是台北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 創出來 他說那個白蘭 他們不是來抗議喔 他們是路過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 他們也沒有被 所謂的集會遊行法 在那個過程當中 包括後來 其實有一些黑道 進入那些運動裡面 在那個 其實就像如同香港一樣 有很多黑道 然後 包括動員很多的大叔大神 在那邊做很多的事情 他會干擾那個部分 同時他 你那個能量會越來越低 他會動員很多人 比如說 其他人觀感說 哇你看你造成我們的不方便 造成 內部的對立 這個部分 面對國家機器的狀況 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只是說 這個運動該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台灣跟香港 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台灣 我們可以自己選 我們可以用選票去 改變某些事情 香港還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不同 我們的籌碼比你們還要多 所以老實講 我們都很關心香港的運動 我們也希望香港 能夠跟台灣一樣 有更多的自由 然後可以展現自己的聲音 而不是受制於某些人 對 謝謝 好 謝謝 那現場還有其他觀眾想要講一下嗎 在後 後面有幫 後方 對 好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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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那個 來自大陸的學生 其實我們知道 謝謝你來讓位置 但我確實是來自大陸 其實 對於這種事情 我想說一點話 不管是台灣 香港還是北京都一樣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歷史 所以我 很了解這些事情 不管是八九年的六四學運 還是太陽花 還是戰衆 其實可以說都是歷史的一個前進立場 民主 自由 還有進步 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 它需要很多人去 犧牲 去爭取 去奮鬥 去抗議 去討論 去交流 但是走在前面的人們總會流血 只要像八九年躺在台客下的那些先輩們一樣 還是戰鬥 戰鬥其實是有暴力衝突的 大概在兩週之前有三十六個人受傷 然後被抬進醫院 然後得不到救治 在大陸很多這樣的情況 很多事情我們都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麼發生 怎麼結束 但是我還想說 社會總是在進步 至少和以前相比 我們大陸的民眾可以知道事情的一部分最少 我今天也可以這樣在這裡跟你們講 就是一種進步 所以台灣和大陸並沒有什麼巧合 至於為什麼要幾千個飛彈追著你們 也不是我們想要的 因為這是一個大失手續 我相信未來從有一天 我們可以一起牽著手續 創造一個更好的明天 至於學運 我覺得 是我們學生表達一種社會態度的方式 我有些朋友他們在香港 他們也在參與戰鬥 他們也會搭著帳篷去到馬路上 他們甚至和香港人比起來更加誇張 因為他們是路線追求 政府會更加密切地關注他們 他們甚至會被特別照顧 抓走怎麼樣 但是我相信一切都值得 為了我們的國家 為了我們的明天 謝謝 謝謝 謝謝這個朋友的分享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小小的 非常有 不能講說有趣 我記得在2012年 應該是2012年 那時候 台灣國際金融片雙聯展的時候 剛好不能錯的秘密一 然後有入圍 然後我們就在台中那邊做應酷做壇 然後我要從台中搭高鐵回台北的時候 有一個金融大學是福建的一個念法律系的同學 然後就跟我一起搭 走到我要搭車的地方跟我聊 那時候剛好台灣在做一個反媒體壟斷的運動 然後那時候那同學跟我講說 導演反媒體壟斷你們絕對一定要硬撐下去 你們絕對媒體絕對不能被壟斷 那我心裡沒想說 那你怎麼那麼關心台灣的媒體壟斷 他說導演 如果你們媒體被壟斷了 我們翻牆就沒有意義了 我不需要講說其實台灣的公民 接下來我們如果我們要發揮我們的公民力量 我們必須要去強烈監督很多的媒體 媒體其實還蠻重要的 這是跟各位一個分享 然後這個部分其實會讓更多真實的狀況 讓更多人知道 包括是中國的朋友 謝謝 那現場還有其他觀眾想要講的嗎 有嗎 導演你好 我是高雄曾經有關注過318學運的學生 那我現在想要請問一下導演 對於318學運到現在今天 這種運動熱潮所謂的退燒的狀況 包括525當天 高雄差不多有三到五千人在現場 那之前7月 導演前進下來遊行的時候 人數已經升到一百多人 那包括我是高雄哥倫尾的志工 就是我們志工人數一直在瑞姐當中 那我想請問一下導演對於這種運動熱潮退燒的現象 有什麼看法 還有順便切割一下 我是高雄哥倫尾的 那如果有人要當志工的話 待會外面會有志工跟妳做洽學 麻煩找白色衣服的志工 謝謝大家 我覺得運動它一定會有高峰 一定會有往下掉的 那個都是一個基本的啦 那個能量一定會往下掉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為什麼要持續去做很多的事情 老實講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在我拍不能錯的秘密1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透過網路很多的新媒體的力量 然後也到目前為止 可能加上蘋果日報的動新聞 跟其他朋友把它上傳 大概至少有兩百萬人看過不能錯的秘密1 可是兩百萬人 其實在台灣整個版圖裡面 其實還是少部分 那時候看起來很多人很關注那個部分 那個緊流感被隱匿這件事情 官僚體系很無能很蠻悍的這件事情 可是它會往下掉 它都會往下掉 那是一定的 因為我們現在訊息太多了 台灣的狀況是什麼 你那個新聞事件出來 兩個禮拜之後一定會有一些個新的去概括它 不都是這個樣子嗎 九月政爭 去年的九月政爭誰還記得 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的去提醒這件事情 其實那也是為什麼我現在 我很願意到每個學校去 我很願意到每個學校去 然後去那邊跟他們做什麼 做一些公民試讀 媒體試讀 公民的那些教育等等 包括公共電視要我去做一個兒童節目 去主持一個兒童節目 不是主持啦 去當代課老師 我說我很願意去幫小朋友 教公民課 我去民傳國小的學生 跟他教公民課 教他們如何去監督台北市政 教他們如何去挑戰好龍兵 一個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都可以展現他公民的力量 然後去發現說 這些好龍兵拿出來的資料 是完全是騙人的 他做的比議員還要好 所以我們願意去這樣子做 我希望其實我們可以更多 發揮更多的力量去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不能錯的秘密二 在做巡迴的時候 有一天在師大 然後他們辦了一場 可能會有應演然後做QA 然後剛好不小心他們逛了那天師大 是放了好像一個禮拜的假 然後那邊都沒有人 結果那天去QA的時候 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來看電影 看不能錯的秘密 他也很緊張 他說只有我一個 那等一下要放嗎 我說放啊 結果工作人員包括我三個 陪他一個人看完不能錯的秘密 然後我們一對一做了一個多小時的QA 哇 做完QA之後 他叫什麼名字我也忘了 可是到今年318我在拍片的時候 他很高興 跑過來導演導演 那個我就是那個只有一個人的那個 我現在來了 我超超講說 如果有一個人願意去改變 台灣就賺到了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子去做 台灣是有希望的 對就是這樣子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現場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中間這位 剛剛導演說 只要有一個人願意改變 那我們就有希望 可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 我們真的所說的時間也不多了 那我們如何能在這個已經僵化的體制 因為我們很清楚選舉快要來了 那像大家都說高雄很綠 可是其實只有我們自己高雄很清楚 高雄非常的來 尤其是你的 每個人 江振里長 你身邊的這些人 他們每個都是 真的是爛到不能再爛 他們就是 我已經活在這個利益體系 然後我們得到這些好處 那問題是 他們不願意真正面對說 自己的良心在哪裡 然後他們只追求他們的利益所得 那我們怎麼能去對抗說 在這個龐大利益體下 能得到我們想要的民主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哉問 其實很多年輕人他覺得很彷徨 覺得很擔憂 尤其是16歲到20歲 這段時間的很多的朋友 因為20歲才有投票權 你18歲你可以考驕照 你可以買煙買酒 可是對不起你不能投票 16歲到18歲有150萬 在台灣 這150萬可以發揮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在推 努力在推18歲 應該可以有投票權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我們可以讓更多的年輕人 讓我們的民主更深化 讓他們可以提前去參與他們的未來 第二個部分是媒體的部分 你說其實我們現在媒體 媒體現在問題很多 2008年之前 我已經當了15年的記者 我對媒體的生態太了解 很多的狀況在裡面 這也是為什麼我要離開媒體的原因 明年一開始 我們在監督媒體這一塊 我們會花更多的心意來監督媒體 讓更多正確的訊息 因為老實講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台灣的人民為什麼那麼容易被訓服 人民是不應該被訓服的 台灣的人民為什麼那麼容易被訓服 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被煥養的媒體 我用煥養一點都不會過 他們拿了太多財團的錢 拿了太多政府的制度性行銷 明年開始我們會花很多的心力 強力的來監督這個部分 我相信其實只要我們願意做 我們沒有灰心的那個 我們不行了 我們只能往前走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不要灰心了 大家能夠出一點心 出一點力 我覺得現在台灣還是有希望的 好不好謝謝 謝謝 導演最後有什麼話想要再跟現場的觀眾講 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選舉如果 我相信在座如果你們有投票權 不管是今年或明年每一次投票 你神聖的投你那一票 很重要 我覺得這很重要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是 公民的力量 絕對不能夠被輕易的訓服 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那也許你們會問說 導演比如說像你常常會去批判很多的事情 我覺得甚至我覺得邏輯的 其實我在媒體裡面都有一個覺得說 大學畢業生邏輯能力怎麼那麼差 這件事情 邏輯能力其實還蠻差的 當然不是全部 很多朋友問我說那 那導演你邏輯能力怎麼樣去建立 我就好好講說有很多種方式 我第一個 我現在我在文化大學的學生 我教他們每個禮拜要做一件事情 就好訓練他們邏輯 去訓練他們思念 就是到你的 到臉書上面 到PPT上面 到各個論壇上面 到各個論壇上面 去跟人家讚 被打臉都沒有關係 如果一學期再讓下來 我相信你的論述 你的邏輯能力一定會有很大的改善 我覺得說我們要願意去參與 我不知道 我們不是只在鍵盤上面按個讚 或者以後也許會有個幹 按個幹 我覺得不是 甚至你可以去參與討論更多的那個狀況 我覺得這是一個我們 開始去做 你只要去做 就會有改變的機會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是文化學導演 然後 大家也記得在演出上去 太陽不遠 太陽不遠 11月9號在大圓滿會有兩個場次 然後應該都還有空位 你們趕快上去可以去登記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歡迎各位如果有機會 然後願意跟我們聯絡 我們也願意來做小規模的放音 跟大家做更多的應候桌台 這樣子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